现在 我们主要通过 卢浮宫的收藏 和与之相隔不远的 中世纪大教堂 巴黎圣母院 来略微分析 中世纪最为动人的作品 教堂的每一个结构中 都有一个数 都有一个数 这些数代表着 神的意义和教义的规范 一点不差 步步紧扣 每一个局部 都有象征的意味 都标示着 不可忽视的最高的存在 和神圣的世界 精密 真正的世界的精密和完美 大教堂的整体上 是雄伟而庄重 引发人们今生的 无限的提升 当人们处在教堂之中 受到光线和石料构造的压制 人的本性就会被压抑 而这样的一种反复 正好和希腊构成了对比 在希腊的神庙中间 尺度是对人的肯定 而在中世纪的教堂之中 尺度是对人的否定 气氛也是如此 人在教堂中 个人已经变成了一个 卑微的组成部分 已经化作了合唱中间的 一个音符 随着曲调的结构 个体都融化在整体之中 这个曲调 就是中世纪教义中的 整个在思想和意义上的 和声和副调 它是每一个人都成为微小的结构 成为不重要的一部分 成为一个卑微的 最后要需要获得拯救 才能走上天堂的一个过渡 在这里 人是不重要的 人是罪恶的 人是无所谓的 是可有可无的 尤其是如果人们 还把那种奇妙的色相 引以为自豪 引以为兴趣的时候 更是被中世纪的 整个的艺术 视为罪恶之杖 视为大恶也 因此 一个人早上起来梳妆 将自己收拾得鲜利漂亮 就是 野荣毁道 这是中世纪 极端警惕和反对的 在艺术上也是如此 怎么可能用一个 美丽的身体 和美丽的环境 来使人的向道之心 获得动摇呢 很多中世纪的圣徒 可能一辈子都不是喜悦 轰臭意味着 对人的罪恶的一种 显现和警示 随时提醒着人们 对他的厌弃 而这种厌弃 就会使他们尽快地 更深地依附于神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 共同地依附于神 并不能明灭掉 人对高贵的向往 崇高的尊严 使他们会把自己的财产 把自己的经历 把自己的荣耀 甚至把自己的生命 包括自己的欲望 共同凝聚成一种 曲折的折射 放到教堂和圣物中间 作为供奉 教堂越秀越高 装饰日益也华丽 一本祈祷书都做得极为极为华贵 书面上用的是黄金 黄金价面 黄金上镶嵌着红宝石 蓝宝石 整个的黄金结构 把宝石从底下支撑起来 在光照的辉耀之下 无论是五叶弥撒的烛光 还是周日上午早晨升起的太阳 都会透过祈祷书的封面 闪烁着一道圣光 当书翻开的时候 这道圣光直射信徒的眼睛 很少而过 在这样的情境之下 人们才会更加的 对基督教所象征的教义 产生由衷的莫名其妙的 依恋和向往 但是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我们要加以分析 都是我们要加以分析的部分 我们在分析中世纪艺术的时候 更多的又回到了 中世纪艺术所诉求的方面 这就是象征性 我们看到在中世纪的图画中 很多动物都有它的象征意味 每个器物都代表着某种意味 甚至是烛光灭掉之后 激起的一缕青烟 它也是有很深入的 深刻的意味的 图画变成了符号 变成了另一种无言之言说 变成了不识字的人阅读教义的唯一的方式 沿着这个方向 一种新的艺术史的方法诞生了 或者立着这个方向 一种新的艺术史诞生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对于中世纪的艺术进行讨论 把中世纪的艺术看成是和希腊艺术同样重要的西方艺术的渊源之一的原因 这种艺术史的方法是由瓦尔宝提出的 他发表言论的时候 正是在一百多年前 1912年的罗马的世界艺术史大会上 这个大会将在2016年在北京召开 那么就在1912年 大家想想看 已经是很久之前了 他就提出了一个报告 他说如果我们用图像学的方法来对意义进行研究 那么他研究的其实是中世纪末期 文复兴早期的艺术 他说如果能这样 我们就能够对于很多的图画进行深刻的解读 而他这种方法其实就是已经积累了很长时间的 中世纪艺术史的研究方向 如果能够解读出每个符号都具有的象征 能够理解每个图像所内在的含义 只要我们这样 我们就能够找到那个时代的精神 能够找到那个时代的精神的整体 以及它产生的背景和习惯 我们不仅仅能知道一幅图画如何被选择 被表达 为什么会如此被呈现 而且我们还可以反过来就理解了那一段历史 中世纪的艺术就在这一点上奠定了西方图像学的基础 我们在导论中曾经提到过 西方的艺术史是要用艺术研究历史 文化和人性 为什么可以如此呢 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就出自于中世纪艺术所代表的基督教艺术中间 每一个作品每一个符号它都有意义 它都不是它本身它都有意义 既然它有意义 只要我们学会了或者说有一种办法找出了这个意义 那么一切艺术品一切图画图像符号都会变成一段史料 会变成一段证词就会变成一种对于其他的意义的一种 揭示的方向和揭示的道路 这种意义可以无限深刻无限广远 可以相当的切合当下的问题和永恒的问题 也可以指向无垠的彼岸 在那里中世纪的人们西方在中世纪生活的人们 他们相信只有在那里上帝等待着对人的审判 而对于我们不一定相信上帝和不相信上帝的人 我们也会怀疑有什么力量可以具有判断人的资格 最后人们的心里就会带着这种神秘和重痒 慢慢地既失去了自信 也失去了对自我的肯定 只是在对意义的追随中 把符号当作了走向他方的台阶 这种神秘和重症之后